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最后一个 我理解他的兴奋,以及他想立即见到其他人的愿望 我要去解救并唤醒他们,但是他必须要再等一会 首先他试图帮助我们 要是我们聚在一起那些黑怪会被破解莫斯科文或者科尔布特他自己的思想 也许能阻止他们疯狂的行动,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就是说黑怪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 就是能了解彼此在想什么 这个好可爱呀,你看 怎么办好萌啊 吃好吃的鱼 吃鱼 吃鱼 这枯子迷信送你金币 那么... 除了阿特尔的存在 谁会相信Ordal? 我们现在已经有D6了 如果是我们,谁解释了疫苗 但蝴蝶是想要进入汉兹的地区 谁会再问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已经忘了,如果再这么互相残杀下去的话 人 但后来博士提醒我们把D6共享受的货币 他可能会认为和平衡 人会变得,是吧? 习惯了 最后人呢还是会灭绝的 如果一直进行无休止的战争的话 什么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去公司室 跟着我 我们要去最后的会议中心 谢谢引把尔送的金币 好,他知道什么要做 真的吗? 希尔太惨了 那真的是一场事故 我们来看看这个玻利斯笔记 导弹群攻击黑怪们的城市 它当时只是没有在那里 黑怪们 我们曾自问 这个具有新感知能力的生命是如何出现的 为何我们耗费的数百年 数百万年来进化 而黑怪们却只需要聊聊数年 答案却很简单 赐予他们生命的正是我们自己 人类 也就说黑怪 是从人类演变而来的 就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啊 他们是从我们之间出现的 我们 我的继父苏霍伊所说的一点都没错 他们是进化链中的下一环节 是我们之后的那一环节 他们 我们是他们的生父 而他们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武器来毁灭我们自己 其中一项武器却给予了他们新生 也就是说核武器就是 他这个故事背景是发生在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他们就是互相打起来 然后就用了核武器之后就把地球给炸毁了 然后就出现了辐射 如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这个位置应该是说 就是赐予了新生那就是核就是核辐射 然后导致他们人类进行了下一步的进化 这种进化就是可以就是有无限的沟通 就人们就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他们跟我们不同 对我们的杀戮只会让他们更强大 我们把一个荒芜荼毒的世界留给了他们 但他们却试着在那里生存下去 他们通过吸收核辐射维系生存 诞生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即进入这世界 是为了使他们能继续在梦境中生存 从那些比他们更早进来的人身上学习与成长 就是跟上一百父辈的父辈的那些人去学习嘛 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但他们新生的幼体却沉淀于地下世界 沉睡在接近植物园电视塔 位于电视塔地下与第六相连接的掩体中 当弹头坠落 掩体入口隧道因此封闭了 而原本打算进入黑罐门都被挡在了外面 然而他那个小子却睁开了双眼 在爆炸声与母亲的私鸣中挣扎醒来 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毫无准备 甚至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他曾试图寻找他的亲人 但却一无所获 因为余下的生还者们依然陷于沉睡之中 他们醒来的时机一瞬即逝 很快他们都将死于饥饿 所以说我们现在马上去打开那个第六通往 那个六四的那个门应该是 再也无法睁开双眼看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可汗是怎么来说服米勒的 他就是斯多格的象征 当他看到黑怪时 并没有伸手去摸他的武器 而接下来的事情甚至比红军的计划更让我吃惊 第六竟然有黑怪 可汗曾觉得他们是在战争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 但要创造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对辐射免疫甚至不需要用声音来交流的士兵吗 应该是吧 可上帝或许决定要为他们注入灵魂 也就是说黑怪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造出来的一个生化武器 但是阴差阳错的 然后就让他们成为人类下一步进化的样子 但说实在有点丑 但是可以就是无需说话就交流 用精神世界去交流的话 他就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 就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解西尔送了五个波 又来 这是好几方会谈吧 这个是苏联 二位面是红军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待在这个地方 他们在和平的商议这个第六的处置去 三方势力引开 这是三方势力 哦 我走不上去 快让我上去啊 我要保护他 好什么 摸了一下 哦 我们就可以读懂 你看他只要得到一个人的共享 他们所有的黑怪都可以共享这个信息 很高级的一个技能 这样的话人类再也不需要因为沟通问题 对吧 比如说你再也不用 你不需要 公园 Moskovin 你必须支持我 在这儿 或许多 一些不处理 的事情 会出现 关于你的死亡 他去 他去 他完全愚蠢 完全 我会给他一句 文字单独不会被杀了 没有 你必须先攻击 我的天 Mexem 兄弟 我真感兴奋我们终于成功 这是一场战斗 我们喝一杯 谢谢东总 我送了55个波 谢谢东总 东总一会我要跳舞 你等一会 他居然毒死了他的亲哥哥 妈呀 妈呀 哎哟 他哥哥不同意 全是因为你 哎 我抱歉 我抱歉 一方面在 在埋怨他哥哥 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愧疚 人就是这样 就人经常很纠结 就是 你明明心里面想的是一种 就是 伤心 你本来想的是伤心 但是结果呢 你却 是吧 就说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 what was i i up loud i see so you gave me 所有人都惊讶了 看到了真 真正的幕后 yes yes i did i poison him gort i i i thought he wanted to save me 哎呀 我们还得去 他们已经去了 我们得赶紧去啊 took me by the throat and and he 竟然送了十根波 and there's that virus And if that falls into corbet's hands the end you 还是挺惊讳 会挺厉害的这个角色 明白了吧 真的吗 现在看直播的人有多少 我们现在得赶紧去 因为他们红军已经 红军已经 不应该这么说 红色的部队已经 已经进攻了 我们现在要戴上 三级头盔和 四级护甲 然后赶紧走 让阴了 谢谢小枫叶 送的金笔 那是我们的小情人 不至于 不至于 直播一个月了 还是七百多人 就靠你们这些老人 陪肉 他走了 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然后去见他的兄弟了 我没资格批评 评判他 剩余的人 们在他最后的战斗中 终结彼此 这不是他的战争 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们 原谅我们 原谅我们对他的兄弟姐妹 父亲母亲做的一切 我们一个核弹 把他们夹给炸了 李白白要当凤军 凤军不要拿拜拜 因为李白白的屁股 打牙容易被鬼子发现 目标 我们必须急 对不起 我要拿武器 烦了 涝 哎 对 沙拉 绿组的路线 连双坡 三个方向推进 我兄弟 我不是一个人 我们现在 你们最起立的 最诚恼的 我们在这个 大家都 每个人 都是五个朋友 如果你真正 好 我还得听他那个慷慨一下 来我们慷慨一下 啊 哎 我为什么往后退呢 二倍吧 我们看这个笔记 第六的笔记 我们必须阻止这个 不能让他拿走 第六 如果失败 所有我们战后经历过的一切 所有这些为了生存 艰辛 第一步我们白完了 春天终于要融化了 然后我们要去夺下它 然后我们美好的春天即将来临 大致就是感叹了一下子弹在哪 就只能这样 哎呦好重啊 是这样的吗 借此给亚送金币 不需要夜时宜 同一种弹药同一种弹药了 我们还有三百多发那个弹药呢 没事上吧 这样的可以 应该有一个弄激光 激光比较方便 准备人 来了 怎么会抖呢 不要抖 要撞开了吗 我还是往后点吧 一会儿你小心一点 我猜就炸了 我就知道我得先来证一下 我每次忘确桥 我不仅和你 �路口 所以 城 挺 难的 пой 来 哎呦 哎呦 哎呦哎呦 哎呦 這麼多人 我要雞雞了嗎 他給了我一個蓮花蛋 哎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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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 水 then I'm still there 真假的 有子弹可以拿吗 手是手过了 这是一把什么枪 哦 竟然有这么多子弹啊 哎呀好痛 把这些枪拿出来 把这些枪拿出来 这样打吗 拿着子弹吧 来了 我能我能扔那个什么吗 哎 就能打着 耶 我是打中了吗 哇 好帅啊 火阵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我继续打你的车轮 我继续打你的车轮 好痛啊 打到你的车轮 啊 啊 啊 来的狙击枪也好了 他们试过去 我们赢了 我们一定会赢 打一个 啊 啊 四十八四十八 来来来来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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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买过 我队友死的好惨啊 我队友死的好惨啊 精彩当中的那是个波 喝喝喝喝喝 好 哎呀 你们想把英文字幕放在上面 他们能够跑去 他们会跑去 再去 你熟练 水